看回東方海外的股價 之前派息不似預期 股價急跌一成 不過看到月初的時候 一度再補補裂口 之後再向下 你怎樣解讀它這次出的第一季數據呢? 其實第一季數據 你看到它的航線等 那些數字全部都下跌 但因為運費上升 所以令到補補那些生意的減少 令到整個孔心都是有升的 所以你看回 Q1條數 我對比回去年全年去算 其實Q1已經等於去年全年的 大概三分之一的生意 其實都看到是keep到先 當然你跟去年的Q1比 基數效應之下一定更加之強 但是如果你這樣去看 因為我印象之中 1919就是中國軟陽 Q1都出了型起 其實那個比例都是差不多的 大概去做到去年三分之一的生意 就是說它跟市場的都同步 我覺得都不差的 而且你說從圖表走勢 就相對來說比較差一點 因為始終它業績前就曾經破頂 上去到240多元 249元 249元 剛才Mindy也說了 業績之後就裂口炸下來 然後曾經都補裂口上去 但是已經上不去支持的高位 我想這個情況就有少少擔心 作為一個強制股 應該會低於一浪的 你看看今次出了Q1的數 有沒有機會彈高一點 我想你說要彈去多高的水平才要穩陣 我想你起碼要上去220流上 就是上一次業績後的反彈高位 如果你說站得上去之前的高位 形態就好些 如果不是 最怕它還行就還好 最怕它殺下來就比較麻煩 這個走勢要大家留意 是 即是要儘管先看